大家好 今天是6月19日星期三 今天突然間港股在特朗普的消息之下 大升七八點 昨晚大概是九點半公佈 因為那一刻剛剛在撈著節目 當然也有點惡然 不過就想想想想 又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 因為大家都不是第一次出口述這些動作 還有就是突然間 由大家原先比較擔心說不得談 到突然之間說大家有辦法談 這一刻的改變 對市場的氣氛是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港股這邊 你說但七八點 我是意外的 我會覺得值得這麼多 一會有我的理據 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只不過在未來這九天的時間 因為真正開會 即G20開會 今天月28和29日 今天月28和29日 所以就預計在開會之前 可能這些特朗普的言論 甚至中方的回應 會對市場有很大的影響 大家要小心一點 因為以下所說的話 其實反映到 我不覺得 特朗普這一刻 甚至今次這一刻 是比市場值得這麼多 反而 大家可能要趁高 減一減 我今天因為做ViuTV 所以減不到 明天吧 明天可能 如果這樣再夾一下 我也會考慮一下 好像之前提及到的 減一減倉的了 好了 我怎樣看這件事 如何解讀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昨天晚上 9點多的時間 你可以說 昨天晚上 特朗普突然間 會有這樣的說話 甚至乎有這個說法 因為事源 其實特朗普 也是在今天 還是昨天的時間 正式宣佈 會爭取連任 亦都在今天的時間 他有一個叫做 我們說 競選連任的造勢大會 即集會 他很多時候 會把股市的表現 和自己的正職掛勾 所以 昨天這一刻 出口術 我會覺得 其實他某程度上 是想營造一個 撞聲勢 撞聲威 有這個動作 他其實 在集會裡面 也有提到 敏戰這些因素 其實他都說明 他都說明 都不會特別去讓 中方這一邊 他也是說 要談一個好事 如果那個好事 他不會做 他真的不會簽 其實言論之間 我們說 會打鬆手牌 他不是的 我想他沒有這樣想過 因為現在美國當地的人 除了一些商界 當然是有些反對 當然是港鐵 那些 其實支持他這樣做 但他的文望 其實是因為 你可以說 他不斷強調 讓美國再強大 這一刻 那些人是購買的 所以 你說他會不會 在開會裡面讓步 他不會的 反而地反轉 他會因為 故而步步進逼 不斷在 現在 爭取連任的時間 不斷認出更強勢的氣氛 所以 不要太大期望 還有 要記住 會 其實大家都預料會開的 當然 開會有沒有用呢 我會覺得 如果開會是沒有用的話 那實際上不要開了 大家一定要浪費時間 那現在 可以開的 有機會 你說 坦誠 大家可能會有些話 但是 阿聰明之前也說過 如果這次的會面 是沒有成果的話 那三千多億的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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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會照開晶的 那就是說 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這次談 除非你說真的有突破 不是的話 就應該會出事了 但問題是 經歷過這一年的時間 談了那麼久 都談不到一個方案出來 現在 只有幾天時間 大家覺得 有得談嗎 所以 我還是要維持這個態度 不會這麼容易談到 所以 為什麼我說 這次反彈 是有些令我很意外 但是 明天再彈上去 大概 二萬八千五這些位置 我都一定會減一減榜 對 不到減一點 那 今天的試 都升得挺厲害 特別是 某些辦法 其實你說 打得厲害 不過其實有趣 今天有一個 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件事 中海物業 就是一隻物館股 今天才是厲害的 也有些另外有些驚喜 因為 也有推介過 這一陣子 所以都 都覺得OK 不過這價 或者說今天的時間 點部署法 不追貨的了 這些位置 其實大家不應該追貨 當然 如果你覺得 有辦法談的 談得到數的話 但如果你覺得談不通的話 這些位置不是一個買貨的時機 還有 今天的時間 有很多版法 騰訊 很多騰訊 但好像4% 但是 沒有騰訊 都是跟隨時彈的 反而有些股份 是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若明生物 我覺得這一隻 反而大家真的要 要留意一下 小心點 因為 它有減遲 如果你計算那條數的話 這次是上市至今 第五次減遲 它還要每一次 隔了禁售期之後 馬上有減遲 由持股量回到七成幾 到現在 只剩下 大概是 不夠五成 這些股份 即不斷 但有減遲 一國旗減遲 還有 而且 差不多200億 我是很有戒心 我對這些股份 十分有戒心 因為 業績好 不斷減遲 以前的時間 有沒有這些股份 有過的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有過這隻股份 過時 它的業務 表現發展得很好 價格不斷升 接著它不斷減遲 減遲完之後 價格再升再減遲 大家知不知道我哪隻股份 我今天不可以顧著 大家 可能明天的時間 大家留言 看看哪一個會中這些股份 提示就是 不是近年的股份 即不是近年的股份 曾經風乾一時 但現在已經沒有人理會 看看大家知不知道 這是這樣的股份 但這些股份 我是很記憶的 所以大家不追 不追 有朋友問 恆地 都答一答 因為 恆地說好地是不好 派送那裡 十送一 這是它的賣點 但要記住 地產板塊 都是受經濟影響比較大的股份 所以 其實如果經濟轉差的話 我還是不選它 我還是選一隻煤氣 這樣 還有 現在的市況 都是那句 今天就不追貨主 即是想追貨主的話 你以為有什麼辦法可以追貨 短炒 短線 都是內地的賣相股 但都是短線 因為都是炒科創版的消息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你說 炒元這麼短的 搭去大約百元 5至10 這些位置 你這樣搭去的話 沒有說不行 但還是要快 還有一些5G股 5G股 今天都做得比較好 還有一隻股份 差點漏了 平保 平保 平保今天的價錢 升這麼多 因為回購股份 打了上來 但今天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收了市之後 再看看A股 今天又增持過 增持多少 它昨天就增持了 好像三百多萬股 今天不知為什麼 增持了一千萬股 其實 如果你這樣計算 的話 它今天扔的錢 那個回購股份的錢 是差不多十億人民幣 其實有點誇張 它上一次之前的時間 它定了回購多少股份 回購股份的錢 那個金額 是一百億的 單一日 用了十億 其實有些 一些狼胎 但我也不明白為什麼 用得這麼狼 但只不過 這個情況 對價錢是有幫助的 所以 如果有貨的話 暫時先拿著它 但95元左右 這位置 開始 就要開始 我覺得可以減一減 當然 大家看看 100元這個位置 但 剛才提到 這段 我比較 謹慎 審慎 所以 多彈 先減一減 今晚 聯署國議式會議會展開 看看 說些什麼 不過 現在這一刻 好 我為了維持的看法 就是 我覺得 北威爾未必會這麼 那麼 所以 還是要小心一點 這樣 好了 今天就這樣 明天再跟大家 研究一下 其他的版塊 還有 還是那句 小心點 那隻股份 就是剛剛考了大家的股份 看看大家知道不知 也可以留言給我 雖然沒有照片 但是 都不妨留言給我 還你個事都 叫我悶悶的 說一下 大家聊一下這些 都可以 大家言有下 是的 好了 今天就這樣 拜拜